如何才感受到對方愛不愛自己 行動最實際 Action speaks louder than word 我需要她每分每秒都肯定我 好 Take care 我 還有好留意我很多小動作 我們三個女生都很不一樣 我是比較實際的 I review I review 其實我也比較實際的 真的要 Take care 我 或者以我的角度去思考這件事 例如呢 例如 可能有很多小動作 我也很為她而做 但我不會說 但她留意到 即是你的頭開始側 她就立刻放在那裡 是否這樣 是你的事 不是認真的 有時具體無法看到 具體無法看到 是那一刻 原來她留意到你喜歡這件事 你是否開心得瘋了 是的 本來我在那裡看了幾望 那件事她買了給你 即是不要說我去買不買 她留意到 甚至乎她只是 我上網看到這裏有 因為你上次看的 是 是不是很棒 很棒 她只會告訴你 那裏有 對 所以都是 都是 即是 即是她會 但起碼她留意到 她會做些事 留意到 也是一個 是 如果她不在意 她真的連留意 那一刻都可以省 所以 每一個人 表示 或者接收 那個愛 那個愛意 都是很不同的 所以 網上會有一個 叫做 愛語言 大家也聽過 不如我們現在 立即做一個小測驗 做完之後 就會知道 究竟 大家在想什麼 給大家一點時間 做一下這三十題 待會回來 大家 家庭館員都可以 一起做 其實也有點難回答 有可能回答 不如我們 從A類型 慢慢再看 我們再看 A A 其實叫做 肯定的延遲 Words of Affirmation 有心理學家說過 人類最深處的需要 可能就是 感覺 被人欣賞 所以肯定的延遲 是可以滿足到 很多這種需要 即需要被需要的感覺 我很愛你 我知道 要每天說我愛你那一隻 是不是 要不斷說 是不是每一瞬 每一秒都要做 Affirmation 不是這隻 不是 對她的表達方式 如果你是這類型的人 其實就是盡量 更多鼓勵一下她 常常提及她的需要 哎呀 我愛你 哎呀 我真的很喜歡你 那我現在知道 為何有些人 真的需要不斷說我愛你 我以為這個 純粹是一個表達方式 我沒有想過是 我們真的可以吸收到 即是可以 改善她們的情緒 其實我這個分也挺高的 有五分的 你有多少分 我五分 我也是 所以女生是喜歡 聽的 聽的 還有有時候很喜歡問 什麼 什麼 如果今天要10分 你有多少分 她說只有9分 時間 那就是大家相處的 有質素的時間 同心一起做一件事 而且給對方全部的專注力 所參與的活動 其實是其次 重要就是感情上 和對方共度的時間 即是科技態 對她的表達方式 就是傾聽 和陪伴 和她說話的時候 一定要保持 無法接觸 千萬不能一邊聽她說話 一邊做其他事情 像玩電話那些 通常我覺得很不穿重 對 對 也不要很快地建議一些解決問題 目的是聽 和了解對方 感受一下對方 那就是神交 有沒有用心靈的交流 還有有沒有為對方精心設計一些活動 就是質素的時間 都是希望空間得到她 兩個人之間 我是這些人 我8 我10 你10 你還有沒有其他 有 還有其他的 也有10 我是8 但這個也挺高 我也高 我8是最高 你呢? 我也10 我也高 正常一個女生都會想 應該男生也是 因為兩個人相處之間 那些才是大家感情建立的 而且是最開心的記憶 是那些時間 你不會說 我記得她6月7號凌晨3時 說了愛你 你不會記得這些 但你會記得 那一刻你在做什麼 對 那一刻的感覺 或者你們在哪裡 有畫面 有畫面 所以這些有質素的時間 是很重要的 好 然後呢 就是C 這是什麼 接受禮物 禮物本身就是思想的象徵 那是否值錢也不要緊 重要的是 你想起她 所以覺得這個很適合她 就買給她 又或者她喜歡 所以就買給她 就是在心裡想 是不算數的 是要買了 才算的 是 就當你送什麼給我 很明顯 我們知道你的愛 是怎樣 OK啦 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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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 OK 我一半 我也是 是啊 我們也是 不太著重禮物 那樣東西 因為我很少生禮物 所以我會期待這件事 有一個實質的東西 我會覺得她前期是真的 人家是有一組想好準備的東西 不是這一刻才發生的東西 的確我比較幸福 因為我都收多少禮物 以前 但你有沒有試過收一些很不喜歡的禮物 很可憐 其實我覺得是看人 你不喜歡那些人 她送給你 不是 我曾經試過 小時候拍拖 是收過一個 我覺得很肉酸的袋 但我也照用 我想說 我收過 我收過 我的第一份禮物 是一個拉帽 我覺得是一個很甜蜜的 因為她是一個奧巴 當然有很多幻想 但問題是 是紅色的 真的紅色的問題? 蛤? 你哪有帶一個紅色的拉帽出街? 好漂亮喔 這件事 是紅色拉帽 我穿了 我穿了 我穿了紅色拉帽 我穿了 我穿了 那就是你的Taste問題 對 我穿了 你的問題 你不可以送一點穩固 你紅色 你不要經常戴著 你戴著 你戴著戴著 又是這扇 蛤? 我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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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紅色拉帽 對 我不對 那我不對 好了 那我們看看G是什麼 D D就是這個 Ax of Service 意思是 她想為你做什麼? 對 切法是去Serve 去Fleasure 她 同時可以展示到你和她的愛 即是她擁有髮型 幫她買早餐 接她 上班下班 會她OT 甚至幫她做她OT的事 這些 以正面的精神來完成 就是愛的表現 我覺得這個像 工人多一點 這個最高分 你那有多少分 我這個又有10分 那你呢? 我這個 4分 4分 你這麼少 她不需要人收 她 因為 有時候 我會比較 要照顧人 就是一定的關係 我習慣了她 我也是 當然 我會照顧人收工 我會開心 你不是全能的 譬如有些 要搭桌 或者做桌 買了一些傢俬回來 一起做 對 通常都會讓男人做 這些 會覺得我也是愛的表現 有時候 未必是她 要做一些你做不到的事 就算那件事你自己做到 但我就是想她幫我做 那你就會覺得 她真的很愛我 對呀 娘娘 我的天 她會不會是娘娘表現 OK 我不是 我真的不是的 什麼事 哈哈哈哈 對呀 我現在都說自己很麻煩 我自己7分 我也高的 7分 因為你喜歡Action 對呀 因為Action speaks 我真的不會 最後一個D 身體的接觸 身體的接觸 可以建立或者破壞一種關係 它可以傳達行業或者愛 love language 身體接觸的人 一個擁抱 遠省於我愛你這個字眼 喂 我知道你愛我 哈哈哈哈哈哈 而Vicious呢 這個我是最高分 是不是呀 我也高分 我也是8分 我10分 我只有5分 這個我最高 行了 知道了 給你 不 因為我覺得 例如 我不喜歡別人碰我的頭 但是碰 我會喜歡我喜歡的人去摸我的頭 那就是不喜歡我 對呀 我不喜歡你 拜拜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女 你真是死得用聊家叫的 而且我真的會覺得 一句我愛你很虛無飄渺 你抱抱我不好嗎 我也覺得有時候你感覺到 對方的身體呢 你才感覺到 大家是在一起 嗯 我會很喜歡 抱住 我們多少分 5分 這5分 全部都被抱住 我覺得抱住是一種 我們兩個是在一起的 很安全 然後你好像在給我一個 支持我 我是需要這一種的 身體 嗯 我自己就很覺得 真的 physical touch 就是一個 無論在什麼關係 和朋友 尤其是有些人 有時候抱住他 真的很想念他 那就抱住 其實是勝於一切 的 說的表達 每個人的 love language 都可以很不同 所以 如果你可以理解到對方 是用哪一種方法 那就 可以多一點 用那個方法去表達 給對方聽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或者是頻道的話 記得按訂閱 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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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們講理想看什麼 我們會在下一個項目準備 喂 來啊 不要走啊 記得禁爆我們的鐘仔